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珍惜每一段缘分 每个相遇 每一天 我们人生有五个重要的问题 就像五个球一样 这五个球分别是工作 家庭 健康 朋友 还有精神的生活 你不能让任何一个球落在地板上 但是工作是一个橡皮球 它掉下来还能再回去 比方说你工作没有了 你还会再找 但是其他的四个球 家庭 健康 朋友 还有精神生活 全部都是玻璃做的 任何一个球落下来都会磨损 甚至粉碎 想一想 我们家庭破裂了 还有再还原的可能吗 我们的健康割掉了肠子 割掉了身上很多的肠胃或者肝或者肾脏 还有再回来的可能吗 想一想 朋友 如果你得罪了 就永远离你而去了 想一想 你的精神生活 如果你崩溃了 得了忧郁症 恐惧症 自闭症 你还会再好吗 所以我们一旦落下 就会让它不能跟你的过去一样 所以人要注重好自己生活的几个方面 这个注重实际上就是取得一个心理平衡 做人不要去和人比较 因为比较的人只会降低你原有的价值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的可爱 所有的朋友都很喜欢她 爸爸妈妈说 哎呀 女儿你是最美丽的 所有的朋友都这么夸她 她从小活在一种幸福感当中 自从她要参加选美比赛之后 她的心情变了急躁了 然后在选美之后没有被选上 她一下子一落千丈 失去了过去的欢乐 然后慢慢地成了忧郁症 所以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你独一无二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地遵照着自己的目标在前进 你只有有自己的目标 才是最适合你自己的目标 所以不要让你的生命 总是在依恋过去和既望未来当中消失 如果你能把握住今天 你就能活出一个美好的明天 亲爱的你别在意别管一路风和雨 做自己星光多么的美丽 安安静静我和你笑看那些不如意 只要你不怕风里 你看人生多么的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